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引发广泛批评的新闻 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受到了美国许多政治家和专家的谴责 民主党参议员鲍博·梅嫩德斯表示 该法案将让美国人生病 让美国孤独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推特上表示 如果当选 美国将重新加入世卫组织 美国参议院卫生委员会主席拉尔玛亚利山大发表了一份声明 反对特朗普的决定 他说道 特朗普的决定可能会干扰 对疫苗开发至关重要的临床实验 美国传染病学会主席对这一决定表示失望 他在推特上说 很难低估这一行动的重要性和短视性 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认为 此举可能表明 美国不愿意分享新冠病毒疫苗的专利权 他说道 他们想要优先权 而且如果他们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加入该组织将不得不放弃某些专利权 而美国公司不愿意这样做 美国希望首先确保自己获得疫苗 因此它倾向于在另一个群体中与英国合作 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多次攻击世界卫生组织 威胁要切断与该组织的联系 他在4月中旬宣布 他的政府将停止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 专家和民主党人批评了特朗普政府 称试图将错误应对新冠病毒的责任转移到公众身上 将不利于解决公共卫生危机 谢谢大家